东陵国的东山海距离徐阳所在的齐州非常遥远 徐阳驾驶临船飞了一天一夜才来到东山海 徐阳在东山海的上空转了一圈又一圈 没有看到任何深海蓝星的影子 在打听了之后 徐阳才知道 深海蓝星县市需要等待下个月的月圆之夜 距离现在还差十几天的时间 徐阳最终在一个东山海的小岛上落脚歇息 等待下个月的月圆之夜 这个小岛虽然是岛屿 但面积宽广 以言望不到头 岛屿上树木郁郁葱葱 一片绿色 在岛屿的中心位置有一孤峰 仿佛一把出鞘宝剑 高刺云霄 那位置不错呀 徐阳喃喃了一声 便驾驶临舟 向那个方向飞去 但是到达之后 徐阳才发现 这里居然还矗立着一个宗门 看那宗门的规模还不小 还以为这里没有人呢 没想到居然还有一个宗门 徐阳感叹了一声 既然有一个宗门 自然是要去看看的 这个宗门是本地宗门 说不定知道一些关于深海蓝芯的事情 徐阳缓缓地将灵州降落在了一片空地上 然后向那个宗门走去 刚刚走到了宗门的门口 就看到了一棵参天大树 树上还开满了淡蓝色的花朵 透着盈盈的光彩 这个是明寒古树 徐阳看到这树的时候都要结巴了 明寒古树的树根精华 可以炼至明寅丹 明寅丹可以让金丹气的修饰 百分百破丹成鹰 没想到居然可以在这里看到这棵树 意外收获呀 徐阳双眼放光 走到树木的旁边 想着应该怎么下手 因为要的是明寒古树的树根精华生命液 需要把树连根拔起 然后把树根砍下来 这树也就废了 而这树的生长周期 也就几千年上万年的时间吧 也不知道这明寒古树是不是有主的 徐阳目光闪烁 喂 你谁呀 看什么呢 就在这时 忽然一个人的呵斥声传了过来 徐阳转头一看 是一个筑基棋的修士 从他的衣服上来看 应该是这个宗门的一个弟子 哦 我不干什么 徐阳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又继续转头研究明寒古树 没有理会那个人 哎 我说你 一直盯着我们的互通神术看什么呀 那个人再次非常不满地说着 狐疑地打量着徐阳 你也是来这找什么深海蓝星的吧 徐阳转头 哦 你也知道深海蓝星 最近来了很多人 都是来找什么深海蓝星的 那个筑基棋的弟子 又摇头晃脑地说着 另外你不要一直盯着 我们的互通神术看 我们的互通神术已经通灵 小心你触怒了他呀 你触怒他你就死定了 我们的互通神术 已经有原因强者的修为了 那个筑基弟子说着 徐阳一愣 明寒古树居然已经通灵了 虽然这明寒古树 至少几千年上万年了 但是想要通灵 也必须要一些机缘巧合 忽然徐阳问着这个筑基棋弟子 你看见我为什么这么淡定啊 难道你们这个宗门 很多外来人吗 在徐阳的预想中 这宗门在一个 鸟不拉屎的偏僻小岛上 应该没有什么外人来这吧 虽然我们海破宗 在海上一个孤岛上面 一年也没有几个人来 但是最近 因为那个什么深海蓝星的关系 像你一样来这 寻找深海蓝星的人也不少 习惯了 好吧 徐阳点头 这一点倒是他忽略了 那请你去通报你们的宗主 你们的这个护宗神术 我要了 你说什么 那个筑基棋的弟子 还有些愣神 傻傻的看着徐阳 不知道徐阳是什么意思 徐阳没有说话 猛然一脚踹向了明寒古树 哼 明寒古树晃了晃 树叶犹如雪花一般洒落 飘落的树叶并没有落地 而是忽然化为飞镖 猛然地朝着徐阳射来 咻 上千片树叶 仿佛上千把飞刀 丝丝黑色地阴起在树叶的边缘营绕 铺天盖地朝着徐阳射来 这些并不是花架子 要是换成一个普通的圆形旗修饰的话 恐怕会分分钟变成马蜂窝 徐阳诧异了一下 然后想到明寒古树已经通灵 意识到徐阳对他有恶意 攻击徐阳也不奇怪 但是徐阳真的会害怕明寒古树的攻击吗 徐阳身子一侧 轻松躲过树叶的攻击 但是树叶仿佛长了眼睛一样 转了一个圈 再次朝着徐阳射来 这次还比上次的攻击更加猛烈 哎呀 还能这么玩 树叶射在地上 猛然爆破 顿时飞煞走石 就连海破宗 那巍峨的山门都被炸了一个粉碎 哎 这 你想干什么呀 就在这个时候 那个筑机器弟子一脸惊恐地看着徐阳 明寒古树我看上了 归我了 徐阳舔了一下嘴角 有些兴奋 明寒古树越强大 代表本命精华就越多 棒死 我海破宗护宗神术 居然也有人敢打主意 一声娇和从徐阳后方传来 一起传来的还有尖锐的破空之音 一把蓝色的飞剑飞速向徐阳射来 零剑后方 蓝色的剑气仿佛波涛汹涌的海洋 铺天盖地的砸来 其中 隐隐约约的可以看见一只庞大的蓝色翅膀 这蓝色翅膀气势惊人 看一眼就仿佛要夺人心魄 大眼蓝翼剑法 徐阳愣了 这剑法不是当年他交给他徒弟的吗 怎么这个人也会 正在天上的徐梦瑶也愣住了 他的大眼蓝翼剑法 是海破宗的绝对机密 只有海破宗圣女才有资格修炼 也只有海破宗的圣女才知道剑法名字 可是面前这个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来的人 居然知道他剑法的名字 他手上的蓝色零件一抖 卸去了刚刚使用出来的剑法 你是谁 为何知道我这剑法的名字 徐梦瑶手上的蓝色零件 刷的一声 就放在了徐阳的脖子上 老子小心 灵清书一下 赶紧拔剑 徐阳微笑转头 面对着灵清书 诶 淡定 说完 徐阳拿出了几个红色的果子 津津有味的咀嚼了起来 完全无视了脖子上的剑 我还想问问你了 你是谁呀 为何会使用我的大眼蓝翼剑法 你的大眼蓝翼剑法 徐梦瑶好像听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 轻声地笑了笑 大眼蓝翼剑法 唯我海魄宗不传机密 而想要修炼大眼蓝翼剑法 必须是弑魂海魄体质的人 才能修炼 说到这里 忽然 徐梦瑶的眼睛猛然爆发出杀戒 恶狠狠地问着 说 你是从什么地方知道这个大眼蓝翼剑法的 你要是老实交代出来 我还可以大发慈悲 给你一个全食 徐梦瑶的剑 又朝着徐阳的脖子紧了紧 灵清书一脸紧张地看着徐阳 不知道老祖今天是抽了什么疯 居然让别人把剑都放在了他的脖子上 但是想了想 徐阳以前那无敌的英姿 灵清书又感觉 徐阳应该没事 嗯 一定是这样 徐老祖一定是太强大了 就算是别人把剑放在他的脖子上 徐老祖也一点都不在意 话虽如此 但是灵清书还是一点也不敢怠慢 摒弃宁神地注视着徐阳脖子上的灵剑 徐阳淡淡地耸耸肩 我都和你说了呀 这个剑法是我的 你怎么就不信呢 而且 谁告诉你这个剑法需要什么海魄体质才能修炼 说着 徐阳居然拿出一把普通的剑 剑一挥出 一道蓝色的光芒闪过 徐阳的气势在这一瞬间变化了 顷刻间 从刚才那人畜无害 变得杀意凛然 而且 刚才你的大眼蓝翼剑只是半成品 我现在给你演示一下 真正的大眼蓝翼剑 话音落下 灵剑急速射出 铺天盖地的宛如实质的剑翼 随着灵剑而去 一对零件凝聚的蓝色翅膀 仿佛真正的翅膀一般 上下拍打着 金黄色的光蕴 萦绕在翅膀的周围 刺眼的光芒 让人的眼前白茫茫一片 随着翅膀一声尖锐鸣叫 蓝色的翅膀朝着天际射出 然后猛然扎进了海水之中 哼 一声剧烈的爆炸 海水激起了千层浪花 仿佛海啸来临了一般 一些浪花的水珠 更是飞溅上千米的距离 落在了徐扬的身上 冷冰冰的 看到了吧 这个才是完整的大眼蓝翼 刚才你的那个 只是半成品而已 另外 大眼蓝翼不需要什么海魄体质 徐扬转头 笑眯眯地对着徐梦瑶说着 徐梦瑶完全傻了 徐扬使出来的 确实是大眼蓝翼剑法 而且徐扬使出来的 比他学的大眼蓝翼剑法 确实要更加的完善 他修炼时早就感觉到了 大眼蓝翼剑法虽然厉害 但是一些地方不太对劲 但是他又不知道 是什么地方不对劲 刚才看了徐扬使用的 大眼蓝翼剑法 他顿时一切都明误了 可是这就更不对了呀 大眼蓝翼剑法 是从海魄宗创立之初 就传下来的剑法 而海魄宗创立距离现在 已经有两万年的时间了吧 现在 你 徐梦瑶已经语无伦次了 徐扬淡定地收剑 你是不是这个宗门的掌门呢 如果是的话 我们好好来谈一谈 如果不是的话 叫你们的掌门出来 我要和你们的掌门谈谈 徐扬猜测 这个宗门 应该是和当年他徒弟 有一些关系 徐梦瑶文言不敢怠慢 虽然不知道 徐扬到底是什么情况 但是他知道 就凭徐扬刚才展露出来的 大眼蓝翼剑法 就必须叫来掌门了 不管怎么样 先把掌门叫来了再说 我不是掌门 我去把掌门叫来 徐梦瑶说着 徐扬点头 然后又说着 哦 顺便告诉你们掌门 外面这棵树 我感觉非常不错 我看上了 所以我要了 说着 徐扬就一箭下去 咔嚓一声 鸣喊古术顿时 断尾两截 徐梦瑶心脏漏跳了一拍 这可是海破宗的护山神术啊 据说 自从海破宗创立之初 这护山神术就存在 今天却让一个 不知道是谁的家伙 一箭就给砍了 虽然徐梦瑶想骂娘 但也不敢多说什么 慌慌张张的 就奔向了海破宗的中心大殿 海破宗的中心大殿 在一个半山腰上 殿阁重重 气势辉弘 看上去甚是庄严华丽 徐梦瑶急匆匆地 跑入殿中 跪地呼唤 徐梦瑶有急事求见掌门 哼 一道门忽然打开 阴风吹过 隐隐约约间 有人影晃动 何是如此慌乱 眨眼间 一人就出现在了 徐梦瑶面前 说话的是一个 虚发双白的老太太 眼睛半合 浑身瘦得皮薄骨头 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 但是他身上的气息 却仿佛一只贪婪的嗜血巨兽 浓烈至极的杀意 不停地散发出来 让人毛骨悚然 他 名叫白鱼庵 是一个动天境界的强者 一个练气气的修者 把我们湖山神术给砍了 徐梦瑶战战兢兢地说着 白鱼庵一口老血就喷了出来 那你还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杀了他 白鱼庵的话 宛如地狱寒霜 杀意彻骨彻心 这个 那个人虽然表面上 是一个练气气 但绝对不是 弟子打不过 徐梦瑶抹了抹额头上的冷汗 另外 他还会我们的大眼蓝意见法 而且 比我们掌握得更加完善 徐梦瑶小心翼翼地 将刚才的所有事情 和白鱼庵说了 白鱼庵听完之后 脸色阴晴不定 过了一会儿 才面无表情地说着 带我去见他 在海破宗山门外 徐阳正在分割 明寒古树的树根 忽然听见后方 传来了一阵灵气波动 徐阳豁然转身 见一个老掉牙的老太太 正用枯瘦 都能看见白骨的爪子 向她抓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